要不是人气不如王妃 李健在10年就应该登上央视春晚 这是李健在03年就已经写好的歌 只不过当时由于太穷 从而导致不得不将这首歌给卖了出去 虽然在当时李健只靠这首歌赚了八九十块钱 但王妃的出现却影响了她的一生 这年消失了整整五年的王妃 原本是打算借着春晚的热度付出 可无奈的则是王妃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歌曲 而此时她的好友变相地推荐了李健的传奇 之后王妃也曾亲自向李健邀约了版权问题 我记得有天早上她给我发一短信说 要上春晚就想唱你的传奇 没有意见 我说我没意见 我就随便唱 然而令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是 就在王妃将这首歌曲给成功翻红后 她却被一纸诉账告上了法庭 起因就是王妃在未支付版权的情况下 在演唱会上翻唱传奇 最后在两人得知事情的经过后 便以两千块钱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原来真的有人能在这首歌上超越王妃 早知了李健会在线上开演唱会 当初一定准时报到 一年十月份 李健带着两年前的回忆刀 杀传了四千万歌迷的心 因为当时李健唱的那首歌 不仅将抖音转为了她的专场 甚至还有不少歌迷都说 王妃唱的是盛世 而李健唱的则是祈祷大家盛世太平 其处李健在准备这次演唱会的期间 他也很担心自己能否将这首歌给唱好 毕竟王妃那版《如愿》过于经典 以至于李健在准备演出的期间 还不忘向歌迷介绍 这是自己最近才学习的一首歌曲《如愿》 然而这一切还要回到居前的那段时间 当时李健在开演唱会的期间 王妃曾给她列了二十多首歌单 十三年前你唱我的传奇艺术 已经十三年后 终于知道李健为什么不开线下演唱会了 因为我怕李健跟云南白药过不去 不过不得不说的则是 李健是懂整活的 而李健这次所举办的线上演唱会 不需要上签的门票 更不需要华丽的舞台 除了李健所翻唱的《假如爱有天意》 你还知道他的哪一首金曲呢 第一首《异乡人》 这首歌是李健在07年发现的一首歌 只不过当时由于华语乐坛诸神之战 这首歌也就此被歌迷所埋没了 第二首唱的是《门》 而这首歌其实是李健写给自己的一首歌 因为在李健看来 人生就面临着无数的选择 第三首则是李健翻唱林佑佳的《晚安》 这首歌唱的是李健这一路走来的心酸 爱 如果早已经被遗忘 我的歌声不会有伤感 晚安 静静的安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画出来的桂南 咱们休息带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